第三节 屏东神医飞行梦 台湾导演李刚监制 寻找1920 由许明纯导演长静 记录了台湾第一位飞行员谢文达 为自己以及台湾命运如何奋斗的故事 谢文达生于1901年 受到美国飞行家亚瑟·史密斯 空中表演 启发了梦想 前往日本学习飞行 飞行技术并足以与日本人一较高下 当时台湾总督田建智郎 有意栽培他成为台湾青年典范 还成立后援会 向民间募资 买给他一架新飞机台北号 但谢文达竟然加入蒋味水的台湾文化协会 想要向中祖国日本争取民主议会 在寻找1920首映典礼上 谢文达之子 九十高龄的谢东汉先生 分享他父亲于1920年 与蒋味水的一席对话 当时19岁的谢文达问蒋味水 你要我加入台湾文化协会 协会的核心在哪里 蒋味水说 台湾人不做次等国民 我要换回台湾魂 1920年离2020年正好100年 按照李刚的解读 1920年当时 不止人类制造的工具开始飞上天空 而且电影录音 各种艺术工具百花齐放 那是人类文明起飞的伟大时代 而台湾赶上了 与谢文达同年出生在江苏的吴守公 后来成为律师 被蒋介石派来台湾 不仅接收台湾银行监察人 台大法学院第一任院长 他还是接收日产的主任委员 对比台湾青年谢文达后来的命运 令人不禁唏嘘 关于吴守公与蔡英文家族的故事 以及对于台湾的影响 在下一章会有详细的说明 1920年 蔡英文父亲蔡杰生出生 正好迎来飞行大时代 2011年出版的蔡英文自传 洋葱炒蛋到小英便当 蔡英文的人生滋味 里面提到 蔡杰生是屏东仿山乡丰港人 带有排湾族 以及辅老客家人血统 按照蔡杰生自己提供 屏东旅北同乡会 创会的文件资料 他自述 就读的是日本航空公司 技术学校高等科 蔡英文在自传中说 他最崇拜的是母亲 影响自己最深的是姐姐 但他的人生观 深受父亲的言行影响 甚至后来决定就读法律系 也是父亲的决定 因为蔡杰生对他说 我们家需要一位了解法律的人 是谁给蔡杰生的启示 无手工律师有没有角色 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 蔡杰生18岁 经有人介绍 以维修技工身份 赴日本国关东州大连市 日本与满洲国协议的租界地 就是今日的东北大连 在这里工作 因此而避开了 被征调成为台籍日本兵 去南洋作战的命运 为了反驳外界批评蔡杰生 帮日本人修战斗机 协助侵略的指控 蔡英文的竞选总部曾说 蔡杰生当年在中国的东北 只是修理民用航空器的黑手 但是在二战期间 连旅馆与民房都被日军征用 还有民用航空器的空间吗 屏东是台湾飞行的故乡 日本在台湾建造70座机场 根据陈大教授的研究 日本侵略南洋 从屏东起飞 最近的距离可以覆盖菲律宾 更远可以到达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1941年12月7号 日军往东偷袭珍珠港 隔日往西攻击菲律宾 很多人只知道珍珠港事件 因为实在太有名了 却不知道菲律宾战役与台湾的关系 当时空袭菲律宾的飞机 就是从高雄岡山等基地起飞 其实同一天 日军也攻击了香港 有一场知名的 1941耶诞图围事件 连结到了本书另一个重要人物 蔡英文的指导教授 Michael Elliott 更是让人拍案惊奇 这三场战役 日本都获得成功 但也激怒了美国全力投入太平洋战争 尤其是在菲律宾吃了败仗的迈克阿斯将军 把菲律宾战役视为平生的骑齿大乳 当然要尽快拿回菲律宾 而且把被俘的盟军解救出来 这三场战役 不仅让美军太平洋舰队 在珍珠港基地损失惨重 又失去了在南洋的菲律宾军事基地 以及香港的战略位置 别忘了 菲律宾从1898年之后 就是美国的领地 在美西战争之后 美国花了2000万美元 从西班牙手上 买下了菲律宾的主权 1935年 美国同意菲律宾成立自治帮 但保留了美军基地 而台湾 在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 最后与菲律宾有了截然不同的命运 之前台湾是日本人的殖民地 蔡杰森身为殖民地的青年 认同日本是正常的事情 投入日军或者为日军修理飞机 亦非不可告人之事 蔡英文何须否认 80年前 是谁安排蔡杰森从屏东到日本 目前并无证据出现 但可以确定的是 屏东那时对日军贡献最大的士绅 非张山忠莫属 1944年 张山忠与两位台湾文人 林雄祥 板桥林家 林列唐 雾峰林家 和一位日本人 大甲的军手 一同捐了四架飞机给日军 支援国家战时的需要 因为台湾在钢山大轰炸之后 失去的制空权 将面临无止境的空袭 想象一下 如果现在的企业家 如林百里 郭台铭 蔡明忠 蔡虹徒 同时捐了四架F-16 给空军投入空战 保卫家园 这是何等的风光气派 不过 大时代中 这种手笔 也非台湾人独有 1930年代的上海皇帝杜月笙 曾一口气 捐了两百架飞机给蒋介石 数字等于全中国飞机总量的四分之一 这是中国的大飞行时代 但杜月笙金权来源 和黑社会的吃喝嫖赌 脱不了干系 也展开党国共生的时代 自由时报有一篇投书 我认为可信度极高 主要原因为三点 第一 作者叶宪清 是蔡英文父亲同乡 而且同一时代 第二 作者是前国立学院的校长 有一定的射精基础地位 第三 作者是蔡英文主妇启蒙的学生 所以站在同辈立场见证 投书的内容如下 小英主妇蔡昭来老先生 是封港小商人 亦是急功好义的地方绅士 也是汉文保学之士 二次大战之后 为推广汉文 蔡老先生 义务为小朋友补习汉文 笔者三字经的老师 即为蔡老先生 他育有三子 长男河山男留在封港发展 次男蔡杰森先生 及小英主席父亲 高等科毕业后到他乡就业 19岁到中国大连 先从事卡车司机驻守工作半年 再担任卡车司机半年 最后考上日本航空公司 从事飞机维修工作 二次大战结束前一年 调回台湾岗山军事机场服务 台湾光复后 北上在台北市中山北路 及台北京华酒店县址 与朋友合开 合心力汽车公司 从事汽车维修 及买卖生意 后来改成 昭阳汽车公司 独资经营 自民国36年起 至民国57年纸 封港国小毕业 而无力升学的男生 多数北上投靠蔡先生 在昭阳汽车公司 免费当学徒 长大之后辅导成家立业 原有昭阳 是封港金纳大家庭 蔡先生是封港少年 大恩人的美誉 公元1895年 中日签订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给日本 从此台湾成为 日本一个地方政府 台湾人变成日本人 一位日本人 在日本航空公司 维修战斗机轰炸敌人 岂可称之为汉奸 民国38年 中华民国国民党政府 撤退至台湾 例行反攻中国 消灭共匪之汉贼 不两立国策 视中共为敌人 而今从一中各表 同属一中 到一中同表 无不是消灭中华民国 出卖台湾的被统政策 还有 国军共军都是国军之说 这些国民党权贵精英 不是汉奸 谁才是汉奸 作者是国立体育学院校长 封港人 好 这一段自由时报的报道 最后一段 讲到说 那些国民党权贵精英 不是汉奸 谁才是汉奸 究竟这句话 是站在哪一种认同来谈 作为一位上过蔡英文 祖父汉学课的学生来说 她的认同是中华民国吗 还是日本 选战前一周 蔡英文回到屏东丰港老家 开始车队扫街 从祖措起跑一路北上 蔡英文家族总动员 包括蔡英文的表嫂 大唐姐 蔡香美 二唐姐 蔡香兰 三唐姐 蔡金龙 都到场 如同2016年 总统大选最后阶段 蔡英文也是用这句口号 从故乡开始 她呼吁为了台湾未来发展 为了台湾主权巩固 以及台湾社会照顾更多元 我们台湾要赢 屏东要赢 更喊出 屏东要开出最高票 但 这些口号是幕僚你搞 还是蔡英文的真心话 哪一句是真的 台湾人的命运多变飘摇 中华民国到底是什么 台湾是国家吗 我们需要建国吗 这块土地为何欠缺 国家人同共识 如果我们对过去 一无所知 如何迎向未来 台湾究竟是二战的战败国 还是战胜国 台湾人应该认同自己 是日本皇民的身份 与盟精对抗 还是认同自己被中华民国光复 是美国的同盟国 这将决定 台湾要如何看待 岗山大轰炸 与台北大轰炸 因为论文们 我们有机会从另一个角度 来看这些事实 张山中是民国之后 台湾第一任屏东首选民选县长 1887年出生于万丹乡 当时还是满清时代 日据时代考上台湾总督府医学校 1919年在故居开设医院 玄湖济市 张山中很会嫁女儿 长女张段 夫婿是前司法院院长戴延辉 舞女张若 夫婿是陈其璐 承认首任的文建会主委 总统府顾问 他们的证婚人 是台大校长傅思年 陈其璐四席 黄鸿侠 则是马英九提名的大法官 台大校友双月刊 有一篇黄鸿侠大法官的文章 陈其璐先生 知台大家族三代同堂 文中有一张泛黄的老相片 是陈其璐教授 与张若女士的婚礼 由傅思年校长证婚 根据台大医学院第六任院长 也是张三中的外孙 戴东元回忆 这位外祖父 医术出神入化 传闻不绝 有一位高雄大辽乡附近的人 来张三中诊所 帮他父亲拿药 但在回家途中 陈竹阀过息时 不小心打翻药瓶 怕回去无法交代 于是又回到张三中的诊所前 直接从他的古井 掏出一些井水 装在原来药瓶带回家 结果他的父亲病竟然好了 这消息传出之后 很多人都相信 连医生家的井水 都可以治病 现在解读这种神话故事 井水最多是安慰剂的效果 但证明地方对他的威名拥戴 或者是感激他的人 有心刻意流传夸大 不过 张三中作为台湾现代医学 先驱的角色 毋庸置疑 向他追随日本解剖家 金冠丈夫 研究屏东赤山地区的贫补族 成为台湾研究 体质人类学先驱之一 张三中其实比金冠丈夫 还要年长十岁 金冠丈夫对台湾的贡献 在于建立解剖人类学的研究方式 并在台湾生根 他创立民俗台湾杂志 还解剖物色事件领导者 泰雅族莫纳鲁道的头骨 在解剖学与人类学 发展交汇的启蒙大时代 坚持学术实践 一如他作为日本民生时代的考古专家 从日本祖先骨头来寻找 2000年前民族迁徙的真相 同样引起东京学术界 不同的看法和议论 谈到医学解剖可能离题 却可以对比优秀好学的张三中 选择一条和金冠丈夫学术 完全不同的道路 张三中回乡参与捐献四架飞机的壮举 说明张三中的医术精湛与造福相礼 奠定日据时代张派的政治实力 医而优则逝 戴东元回忆自己小时候 回屏东看见外祖父 派头十足 一到早就有病人排队 受到病人尊重 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加上他遗障和舅舅都当医生 直接影响戴东元 屏东访疗甚至有一个南中村的命名 就是纪念张三中 但是张三中靠自己行医致富 就有能力捐献飞机 张三中的妻子兰奎 是南台湾第一贵生 屏东离港最大家族兰家兰鼎元的堂妹 兰鼎元是和孤家 一起到东京觐见天皇 三位台湾士生之一 这四架飞机 不仅是皇民对国家效忠的热情 其实也是殖民时代后期的权力布局 张三中的智慧 让人联想起宋家属 宋美玲三姐妹的父亲 另一个很会嫁女儿的历史人物 宋的女婿不仅是当时首富 孔祥熙 更有孙中山蒋中正 可以说是钱权君一把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许多利亚 来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身的安心 再来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